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很多西方國家已經向中國吹起了索償的好角 尤其是美國和澳洲對中國的態度相對強硬 澳洲有媒體報導 原來在美國已經有超過一萬人表態 將會參加對華索償的訴訟 他們總共的索償額是4萬億 即是4兆美元 到底他們索償的原因是甚麼 其中一位參加者就說 連同他自己在內 一共有10位親人受到感染 而有兩位還走了 他們一定要向中國追尋的真相和討回公道 因為中國政府是明知道發生了疫情 而他們不但未能夠成功控制到疫情 而且沒有及時通知全世界 使得外國的社會 全部都陷入了困境當中 這位參加者還說到 若然中國政府拒絕在美國面對審判 美國法院仍然是可以作出裁決 到時就可以扣押中國在美國的資產 實際這位參加者都想得相當周到 連這個審判將會如何進行 一旦中國出現了敗訴會面臨甚麼的後果 或者中國缺席審訊又會面對甚麼的後果 對於這位參加者當然是好事 起碼是一種欣慰 因為他聲稱有兩個親人 因為這件事離開了 若然中國真的在這場訴訟當中敗訴 是否代表純粹扣押了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已經是足夠 已經是離負了責任 當然不是 因為這一筆這樣的錢 未必夠掩蓋 不夠掩蓋那筆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庚子賠款 當時清朝 如何向列強賠款 首先來講海關的稅項 就由洋人來把持 換轉在今日的情境當中 這一筆的賠款 可能會加入在次階段的貿易談判當中 作為其中一個因素都未頂 因為我也相信 在參議院裏頭 George Hawley所提出的 針對中國的訴訟和賠償索賠的法案 很快都會通過 而且這麼快就已經召集到過萬名美國人 參加這個訴訟 再加上特朗普總統和執政共和黨的推波助瀾 相信很快會成事 如果是嫌次階段的貿易談判太慢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 馬上尼償到四分之一的款額 因為這裡說到的撒償額 即是四萬億美元 當然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 到底他怎樣判 可能中國勝訴也未定 說找不到證據 大家不知道 現在是當作是敗訴來討論 中國哪來這麼大筆錢 原來就是來自中國所持有的美債 到了今年的年初 中國其實所持有的美債規模 是達到10700多億美元 因為他在今年的年初 又增持了80多億美債 好了 只說這一筆錢 已經是足夠蓋到四分之一的賠償額 當然賠多少也不知道 因為這是受害人的撒償金額 未必判捉 現在就當判捉 這樣計日還可以給到四分之一 再加上中國的貪官污吏 在美國的資產 再加上次階段貿易協議 可以加入不同的條款 實情中國是否有能力 去尼償這四萬億美元 加上這麼多筆的項目 其實是絕對足夠的 不過 中國肯不肯 讓你這個美國法院判敗數以後 又真的按照你這個賠償額 真金白銀拿錢出來 就成問題了 這又牽涉到 中國過去的一段時間 搞大撒幣外交 搞了很多一帶一路國家出來 現在開始 陸續造反了 先講尼日利亞 尼日利亞公民在廣州 受到那些不公平的待遇 大家都知道 例如說麥當勞不讓他們進入 例如說廣州的包租婆 無厘頭的趕人扯 全部都在小北路 蹲蹬 好了 在尼日利亞國內又怎樣 原來別人一樣 是不喜歡你這幫華商的 為什麼呢 在這個叫澳共廣東自由貿易區當中 有一些華商 竟然以防控工作為名 實情以勞役的工人為實 那些來自中國的孤寒財主 到底搞什麼呢 原來他們聲稱當地的疫情嚴峻 所以 所有的工人就不能離開廠區 就要在工廠內隔離十四天 隔離就隔離 隔離當然要吃飯 不是 竟然叫人家繼續工作 而且不出糧 豈不是變成無償勞動 豈不是變成勞役工人 所以那些工人當然不妥理 而且連食物都比不足人 你以為還處於十六世紀 十七世紀 以為非洲未開發 竟然還用這種方法來對付 一帶一路有好國家的公民 好了 這樣就弄到工人造反了 起先有千多名工人 以及家屬 就在工廠門口那裡抗議 要求孤寒財主 起碼也要付加班費 名為隔離實為奴役 當然這些孤寒財主 當然是採你也有味 好了 一於就不給 後來就演變成衝突 你不給就行了 廠也燒了你 好了 終於釀成了這個暴力衝突 後來整班傢伙還衝殺到廠房那裡 進行搗亂和衝擊 一於連貨也燒毀了 所以這些孤寒種 是活該的 賠了夫人 又接兵 好了 尼日尼亞就這樣的情況 至於另一個債台高速的 就叫做 馬爾代夫 因為馬爾代夫 之前一任的政府 對華相當友善 因為那個債台下了很多格 這不是吹水的 這是真實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屆政府作出預告 將會在6月的時候 公佈一份 中國涉嫌在馬爾代夫行潰的報告 到時候大家拿著文本 就可以判斷一下內容的真偽 只不過這些事都見怪不怪 在巴拿馬也出現過 有巴拿馬的傳媒揭發得到 原來根據秘密的錄音 這個前總統根本就是收了一些行賄 所以才跟台灣斷交 至於馬爾代夫人 都不是愚蠢的 見到國家變成這樣的模樣 所以在2018年總統大選當中就變天 親中的總統 下台 就換成了一個親印度的總統 親印度的執政黨 自從換成了一個政府以後 馬上對華的態度 就強硬起來了 你不要再搞那麼多事 而且還在今年的 2月份 重新加入英聯邦 這個真厲害 很明顯 他就是要向印度靠攏 要向英聯邦靠攏 他就是要疏遠中國的影響力 你懂得台灣的邦交國的長腳 別人都懂得走投 所以一帶一路 就不是想像之中那麼順利 仍然是有很多東西卡住 好了 若然你中國政府 一旦在美國的訴訟當中 敗訴了 而又拒絕賠償的話 將會引起一個什麼效應 就叫做 有樣學樣的骨牌效應 你當時你不認數 你不賠嗎 全部違約都會告訴你 那些一帶一路的國家就會問你 你對於這個訴訟 你也可以不賠償的話 他們跟你簽訂了什麼協議 什麼約定 那他們需要什麼執行 需要什麼理行 是不是學你就可以了 賴貓就可以了 比如說這個阿瓜多爾 剛剛才把雨林 割掉了給你中國來使用 因為還不起那些債項 到時候就可以收回了 人家就可以說 你不還那些賠償 那我也不還給你了 大家鬥賴皮 好了 如果一個國家賴皮 那你當然可以對他民工武嚇 當時一帶一路那麼多國家 如果集體一起賴皮的話 你真的可以對付誰 到時候你真的變成了 賠了夫人又接兵 又再次 所以這一局不是那麼好玩 一帶一路 當時你用這些手法 大家還是用一套文明的方法來處理 當然就要遵守所謂的合約精神 是不是 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就是 合約精神最重要的 好了 最後就要說一下澳洲的取態 因為澳洲 在這個西方文明國家當中 繼美國之後 對華態度最強硬的 其他的英國 法國 其實是軟皮蛇 好像南韜文說 中英關係回不了過去的情況 但是你到底對於華為的 裁決是怎樣 你的決定是怎樣 你都未曾有定案 好了 到底澳洲是怎樣表態呢 外長佩欣就說 國際社會應該是 展開這個獨立調查的 應該互相合作 調查一下 這場疫情到底是怎樣爆發的 其實就是向中國展開調查 他講的比較隱悔一些 他就說透過獨立調查 能夠了解到病毒在中國的起源 應對病毒的辦法 以及中國曾經對外公開過一些什麼的資訊 其實就是查中國 好了 他就說 這個調查就不應該由世衛的框架去進行 應該獨立於世衛 如果被世衛去進行調查的話 就等於被他同時擔任 盜獵者和看守人的角色 希望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搞得成功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